新闻开始来关心 保龄茶室中毒案有了重大的进展 法医解剖第一例死者验出了米酵菌酸 那么传出第二例死者也有验出来 也是国内的首件 由于米酵菌酸的半衰期 长达102小时 卫福部现在将扩大规模 来检验其他的住院个案 好 不过米酵菌酸到底从哪里来的呢 现在就有医师分析 可能是木耳发酵不完全 让米酵菌酸有条件的产生毒素 那么也有可能是 调味料当中含有椰子成分 让细菌繁殖 其他医师则认为 目前看起来跟食材保存不当是有关系的 人为下毒的几率下降 新一元版A13保龄茶室中毒案 28号法医解剖后有突破进展 第一例死者检出米酵菌酸 那在协议里面我们有验出米酵菌酸 这个跟我们调查的方向有很大的关联 这不是最后结果 传出29号上午第二例死者同样也检出 而台北荣总毒物科主任杨振昌认为 若最后确定就是国内首起米酵菌酸食品中毒致死案件 后续应该确认米酵菌酸在人体实际残留浓度 及餐厅厨房环境是否遭污染 而死者遭下毒几率下降 目前住院和死亡个案都曾吃过这道炒果条 看看保龄茶室炒果条里头有调味酱料 黑木耳果条其他食材也可能受到环境污染 米酵菌酸到底从何而来 有医师认为木耳可能性较高 黑木耳在浸泡的时候 第一个它没有放在冰箱里面 第二个它浸泡的时间过去 上面的菌在浸泡的过程中间加上湿热 所以它就增生 然后还有这个果条 但是冰的位置是不是就放在椰子附近 黄豆酿造的酱油 如果加了椰子就有机会了 医师分析米酵菌酸一天内可能发病致死 吃下肚后每四天残留量减半 因此在其他患者身上 可能还有机会测到米酵菌酸 卫福部表示 待下周取得更多标准品 其余住院或就医个案也会大规模检验 是否体内也残留米酵菌酸 要尽速厘清真相